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翘佳人舞蹈团的欢庆鼓声中 多元文化节点亮龙灯仪式正式开始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文化领事柴云 文化领事毛琴 美国剧园文化交流促进中心主任鲁安博士 美国重庆总商会和自贡灯彩集团代表Lisa等嘉宾 在倒数祭祀声中共同点亮造型别致 气宇渲昂的龙灯象征着光明 和平与希望也为城郡各族裔社区带来了和谐与团结的愿景 在这个加州 南加州的Cosmesa索菲亚大学 举行今年的点灯仪式 实际上我们这是第七年点灯了 今年是龙年 我们希望这盏龙灯能给我们世界各国带来昌盛 给我们各个民族和谐带来平安 给我们国家带来福祉 点灯仪式后 索菲亚大学校长Carol Humphreys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表示在中国农历龙年举行龙灯点灯仪式非常有意义 能在索菲亚大学举办这一活动深感荣幸 祝大家中国农历新年快乐 国会议员Porter的代表Cody Mendoza到场祝贺 并向主办方颁发了表彰贺状 文化领事柴云也代表总领馆 祝贺活动圆满成功 我们今天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环节的 我们是非常兴奋的 红节奏和福祉 这个是一年我们希望你 既成功和 strength and certainly great prosperity 中国兰州大学艺术学院书画艺术家魏万勇的代表 魏威向索菲亚大学校长和美国剧院文化交流促进中心赠送了艺术作品 校方和美国中华艺术工颁发表彰状和收藏证书 韩歌有教授代表周平光老师 书法家孙小华代表兰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宣读了对魏万勇书画展开幕的贺信 谢谢大家能够光临这次活动 然后预祝这次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祝大家元宵节安康喜乐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当天活动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唐一舞方谢露西的学生带来的唐风古运读舞 以及元宵佳节里充满童趣和节日气氛的儿童舞蹈 国色天乡旗袍队的三十多位嘉丽 身穿传统的民族服饰 款款深情格外亮丽 书画艺术家魏万勇 二十幅书画作品颇具唐韵送风 飞翼面素 简纸和唐人制作等丰富多彩的传统手工艺品和表演艺术 以及茶艺师王烟的茶道表演 让参与者近距离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最后活动在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圆满结束 全美电视台记者耳丸式采访报道 三千秋节太大了